跟各位介紹這個,我要問一下大家 請問各位打字的速度快還是慢? 你們怎麼會慢呢? 因為平常應該是蠻快的 即使是用注音,現在可能都至少20個字以上 20個字以上是慢 我是用沒什麼 所以對我來講,我拆碼是比較快 但是20個字以上也算是不錯 對不對,不錯了 但是呢,我必須告訴各位 以前我們都要學書物法,對不對 除了注音,也許你有學過倉傑、大義 像我用無蝦米的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最近好像 也許你親近的同事也好 或者是你去觀察一下小朋友 可能國中、高中的 他們幾乎都不太學書物法 都只會一套而已,叫注音 因為他們已經不學了,為什麼? 因為現在雲端上面最成熟的有兩個 一個就是影像處理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到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們現在的語音輸入 語音的辨識這一塊 也相對成熟 所以呢,現在呢 我之前有寫一篇文章就是說 現在學習輸入法真的已經過去了 他們不再像我們以前 我要再多學一個輸入法 去加快速度 因為現在辨識的速度、缺度都高很多 當然專有名詞可能還是不行 可是一般的口語話是真的都OK 那哪裡有可以就是語音輸入的地方 最簡單就是各位的Google 對不對? 他也有語音的搜尋 但是呢 不管是Google或者是Siri 他們都是比較屬於就是單一句式的 就是我們講的命令式的 你就講一句 然後他就辨識出來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 我要拿來做什麼 比如說文章的 或像各位平常用LINE 用Facebook 在手機上你覺得好不好打字 不好打 對不對? 螢幕又小 然後你又變挑挑挑 即使再怎麼方便 即使你用手寫的 會很快嗎? 手寫其實更慢 為什麼? 因為手寫我們有筆劃吧 相對來講 一分鐘大概十幾個字 就算要寫很辛苦 好,就寫很辛苦了 所以 有沒有比較快的? 有,我們來介紹兩個給大家認識一下 就是第一個 Google語音我就不用介紹 在這邊 曹妮姐我都幫各位做在下面 好 我來介紹這個Speech Notes 好不好 這個 有一個 這個 叫做Speech Notes 那他就還蠻適合做長一點的 長一點的 好 那您進到這個網站之後呢 他有支援中文 好,有支援中文 所以 首先你告訴他 你需要的什麼? 語言 好,需要的語言 那待會呢 就直接按這個 就可以了 按下去之後 第一次按 他會要求你 他會跳一個 允許存取麥克風 允許存取麥克風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 很高興 今天來到 這邊 跟大家分享 你覺得 我們用這樣語音輸入 有沒有比你用手打得快一點 所以下次各位 你要知道 報告的時候 不要再說 黨報告了 現在 是要講 講報告 你有沒有發現 還是南美會有錯 那你想要改錯字 還是要全部重達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比較喜歡全部重達 哈哈哈哈 不一定啦 不一定啦 有時候我會 手也會算啊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有個好處是什麼 他 在每一個斷句 他在每一個斷句的地方 有沒有幫你留一格 有沒有注意到 對不對 因為這邊要給你打 標點符號用的吧 因為呢 在這邊 他沒有辦法 幫我們加標 你看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標點符號 有 對不對 所以你就自己來這邊 標點符號 這樣進來 可以吧 簡單 可以用手打的嗎 蛤 標點符號可以自己用手打 當然可以啊 這邊就是一個文字編輯區 所以如果你有 比如說 要講報告 對 我就自己刪掉 有錯的我就自己刪掉 你看 現在的人 人這樣有沒有 哈哈哈哈 那Google有沒有 有 我們剛剛現在看到的 這個右手邊 他的標點符號是屬於半型的 但是平常我們可能 大家打的是不是就全型了 所以你就進入Google的服務吧 哪裡 Google 雲端裡面 哪裡有這個 語音輸入 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Google文件 一個是Google簡報 那我就進Google 文件給各位看一下 好我用這邊的 來 各位只有看這個好像比較認真喔 因為覺得好像可以馬上用 哈哈哈哈 等一下我去用 我跟你講不用等一下 馬上等一下換你來講 哈哈哈哈 老師那如果是有一份錄音檔 那我可以在那個 那個 好 我已經知道你 你要問我什麼事情 因為 因為 不是 因為 他應該平常就是在做會議紀錄那個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啦 一個人的比較沒有問題 多個人的 因為那個收音效果 不見得很OK 第二個 因為每個人的語調 會有不同 有的鳥字比較清楚 有的鳥字不清楚 所以多個人的效果會比較差 這樣你了解我的意思齁 但是你講那件事我用過 你知道嗎 因為我也是YouTuber嘛 哈哈 我在我的部落格上 我有 有時候我放一些影片 我是先錄好 因為 你要我叫著造稿念 我不太會 因為我一定會脫稿演出嘛 哈哈哈哈 因為你要造的那個念 很難錄耶 所以我都是先錄完之後 我再把我的影片播放一次 播放給他聽就好 他就幫我把 旁 那個我的 那個字幕打好 對對對對對 所以您看這邊齁 我給您看一個 就是在這裡 我早 這招我早就用過 哈哈 在我的one note 翻轉學區裡面齁 那因為我幫他們錄了一系列影片嘛 所以呢 當初我在錄這個的時候呢 我就是下不下 你看一下 我影片錄好之後 我就播給剛剛 speech note聽 平常我們都說 麥克風最好不要對喇叭 因為這樣會鬼獸啊 這個我就管他了 就對下去 好你看一下這裡齁 因為我們在這邊的話 有沒有發現下面有字幕檔案 因為YouTube可以放字幕 那我要 而且 因為我是字幕 所以當網告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字幕會自己跳上去 你了解我意思齁 我並不是在影片裡面 直接把字幕 砍入在裡面 因為這樣子 影片完全不能改 我今天如果是多國語言 我只要切換這個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我是比較喜歡 用YouTube他的字幕功能 字幕功能 雖然他字沒有那麼大 字沒有那麼大齁 那 我給您看一下 在這邊 我們剛剛講回到這邊來 就是 Google的這個面 Google這裡哪裡有語音輸入 有 在上面 您看工具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語音輸入 有看到了齁 好 那我們就把它叫出來吧 OK 按下去 記得 他會跳一個那個 因為我這邊都有用過 所以他沒有跳 就是要不要允許麥克風存取 不過呢 這次又不能我講 不然你以為他是我的好朋友 因為我講的好像正確率都比較高 有沒有誰要來試看看 你給我試看看 好嗎 要試看看 沒關係 沒關係 你給我試看看 對啊 沒有啦 因為要試過 你才知道 我沒有說 你沒有做壞事 真的 喔 隨便你 看你要講什麼 只要不要台灣國語就好 好 我直接講 對對對 你準備我幫你按好了 這樣 不要我自己按 你要自己按 回去就要 你就按這個麥克風就可以 就可以講 對就可以講 大家好 非常歡迎今天大家來上廖老師的課 每次上廖老師的課都是收穫滿滿 回去要馬上應用喔 好 什麼 沒有錯字 當然 是我講的 沒有錯字 沒有啦 我是說Google我沒有錯字 忘記先是講完要按麥克風 喔 所以 我剛剛 我剛剛跟他講 台語 聽不到 這樣了解意思 但是 你有沒有發現 Google有沒有標點符號 沒有 沒有 沒有對不對 他沒有斷開 但是沒關係 你看這裡 他也有標點符號 其實各位打注音 我們最大的困擾就是那個標點符號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注音要打那個標點符號的時候 你常常叫另外一個鍵盤出來 那 在Google裡面有沒有 有 就是在這邊 你找到注音這邊有一個中文 雖然看起來是手寫 但是他裡面 請問有沒有這個 而且這裡是全型的注音 那個標點符號 所以就變成你自己 大家好 非常歡 這裡 對不對 自己點一下 有沒有進來了 這樣你了解齁 所以下次打報告會了嗎 會 不要打報告喔 對用講的 講報告就好了 你 作業就做完了 但是我跟你講 這樣大家滿不滿意 你滿意嗎 以我來講我是不太滿意啦 所謂的不太滿意是 你有沒有想過 你現在在 用電腦的時間比較多 還是用手機的時間比較多 那我問你 手機上要怎麼解決 手機上如果你像這樣然後打完了 比如說你再跟人家LINE還是FB 還是FB 你打完了然後再複製再貼過去 剛才有戶齊 不會戶齊啊 所以我可以介紹另外一個 但是我有發現我這邊不能連我的手機 因為我們這邊網路可能有檔 那所以呢我就只好先用這個 播影片的給你看 來您看一下右手邊這個 我們剛剛在簡報第10頁嘛 好 簡報第10頁 您看一下簡報第10頁的右手邊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連結 事實上您現在用手機可不可以做原書 也可以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還是處於命令式的 就是你講一句辨字完了 那你看一下 沒問題 你再按一下 再繼續講 那如果呢 你希望呢 有比較好的效果 這個齁 如果你要看我 看我在現場背貌 就等一下如果 我們下課的時候 你有興趣我再講給你看 但是這邊有影片 好 我先給你看一下 這裡 這個好像只有去中正大學 所以你看我上課錄影有用嗎 對啊 因為不能現身說法 就只要一千樓來講給你們 要先給各位看一個地方 來問一下各位請問 你輸入法制的速度快嗎 你看我都會問這種問題對不對 都沒有看過 你們用比較好的輸入嗎 到中正大學 好你看一下右上角 有沒有發現標點符號也打進來了 讓大家比較幸福一些 用這種法制 有沒有心理比較暖和一點 因為那一天是冬天了 欸 2016年12月16號的 你從頭都知道 你有辦法這樣打字嗎 你了解我意思了嗎 這樣打字比較OK 因為它變成一種輸入法 所以你今天 就好像你用注意力一樣 你今天在Line裡面 今天在FP裡面 你反正就是用那個鍵盤當輸入法而已 所以我覺得 它這個叫遜飛語音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它是號稱一分鐘四百個字啊 其實字數不是那麼重要 你應該知道對不對 重點是正不正確 方不方便嗎 我們現在要的就是說 因為我如果今天要打比較長一點的 比如說你像這樣子 我要打比較長一點的 如果你不是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你光選那些符號 光選那個注音 即使再怎麼快還是慢吧 對不對 那如果呢 我今天能夠用比較語音的方式 假設適合講的話 適合講的長 就講一下 它就可以比較方便的 把我們加進去了 那正確率其實是覺得現在還不錯 當然我還是想必須說 如果你是專有名詞的 可能差異就會比較大 但是一般性的 像我們這樣口語話一般性的 這些交談 你像現在再來 今年還是明年 不是日本奧運嗎 對不對 他們也有這種語音助理啊 他們也有推一個就是隨身啊 那你就是 你講的 然後他那個就會自動幫你翻成日文啊 跟店家的老闆啊 有沒有 就做溝通新聞 這樣不是有報過嗎 所以現在就是說 語音的這個輸入的部分 相對成熟很多 而且正確率高蠻多的 所以 可以善用一下 這樣就可以幫助大家 當然一般電腦裡面 您加上我們的麥克風也可以 對不對 也可以達到一樣的效果 只是在電腦上的 就沒有訓費語音這個輸入的部分 它就只有剛剛我們 Speed Note還有Google的 那標點符號就要靠你自己 不過這電腦上總是相對方便 好相對方便 不像我們在手機上 螢幕那麼小 你要打相對不容易 這個是 額外跟大家稍微 介紹一下我們 這個語音輸入的部分 給大家做參考